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吗 全部都是 整个房间摆满各式各样的小商品 这位资深玩家 已秀出他满五指的战利品 让记者也看傻了眼 已经有五年经验的他 亲自为我们示范娃娃机 到底要怎么夹 其实这个关卡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要做一个甩杆的动作 选定目标把夹子移到上方 再摇动摇杆 让夹子来回晃动 但即便是资深玩家 硬币也是一个一个不断投进去 因为这种娃娃机本来就很难夹 所以它就是必须用一个摆档的方式来夹它 你不能这样子直上直下 这样子没有用 原来娃娃机还有分等级 里面商品价值越高的 就会设计的越难夹 一般的话我们会挑材质来夹 比方说前面已经 它的东西的话高过它这一个坡的话 我们再来考虑夹东西 是不是把它夹上来这一个上面 让它比较好掉落 连高手都说有困难 也难怪会有民众花了大把银子 却怎么也夹不到东西 资深玩家就说 一般人想玩可以挑这种 内容物便宜的娃娃机会比较容易 为什么它要跌那么高 它就是让你们可以花个一二十块 就可以夹得到东西 让它用滚落的方式 可以进到洞口里面 就是看准民众藏鲜的心态 现在很多娃娃机不放娃娃 里面放的都是高单价的三型商品 但这种机台若技术不够 想玩可能就只是浪费钱 所以你做这种机子 其实都是专业级的在玩的 对啊 你几乎 如果你不会做甩杆 这种动作的话 几乎是不要来碰这种台子 所以你个人是觉得 完全没被受骗的 完全是没有 资深玩家解释 生意人不会做亏本生意 单价越高的商品 难度当然也跟着提高 至于民众花大钱假不到 只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没人管得着 记者黄楚华 廖宇志 桃编报导